各位呢 你重新進到這邊 你按一下上面這個 你會發現多了一個 卡住了 有沒有發現這裡多一個資料夾 按一下 在右手邊這裡有一個上傳 就是上傳檔案 是的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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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照 這裡照片呢 有兩個 一個 你要儲存一下它的專案檔 這樣專案檔儲存起來就好像各位 在用OBIS檔案架式來給你打開 如果已經輸出成 用這個照相機輸出 這個就變成圖片了 就不能再改了 就不能再改了 所以我們 各位上傳兩個 你可以選你的那個什麼 班級姓名就好了 就用你的班級姓名 然後呢 你剛在這邊 進到剛剛那邊 剛剛這邊 這裡 按一下 按上傳 你就可以選擇 比如說我的放在桌面上 我就找到這個 這就是它的專案檔 然後呢 我有輸出的檔案 我就選第二個 就在這邊 選好了之後呢 你按上傳檔案 這樣就OK囉 所以 按一下 這樣就成功了 所以你可以回去 看看有沒有在這裡 好不好 來 還給你囉 我們來 一起 你的那個名字就用你的班級姓名就好了 這樣就比較容易辨識 好 等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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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